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ETV的《光人講事》 我們聽了一些投訴 有谷彤找四儀太太求助 為什麼呢 說他剛剛在澳門的事務 在澳門的事務 他也是谷彤的話 其實四儀太太是澳門立法會的議員 也是保良局的主席 這個局跟他求助 理應先去理解 先去理解 但四儀太太沒有做到這件事 只是說 我沒有空 你這麼忙 你幹什麼 你別做議員 辭職 你別做保良局主席 沽名釣魚 辭職 我希望民政事務局長曾德成 不要去寫信給特首 去幫四儀太受分 因為他是沒有盡責的 他是沒有盡責保良局主席的責 不應該受分的 澳門立法會議這樣就後話了 應該都會受分的 因為他是澳門的皇后 什麼糾紛都給他了澳門那邊 我們不搞那麼多 我們只是搞香港保良局 我希望你不要寫信給特首幫他受分 因為他沒有盡責 他這麼忙的時候 他也可能未必有空去受分 他也未必有空去拿這個勳章 如果他真的這麼忙 也有時間去拿勳章 證明他偷懶了 有勳章你就死去拿 有事做你就不做 你這些選擇性去做事是不行的 所以我建議特首不要頒勳章給他 因為若他這麼做的話 我已經和谷章談好了 若你這樣都頒給他的話 我們就聯合谷章 一起去抗議 去申請示威 這是我們行使香港地面行政區基本法的權利 特首真的希望你不要搞那麼多分別 因為說真的 瑟妤太 什麼水 你以拉去保赤安良 你不要開玩笑 找個雞鬥 找個老舉 找個媽媽傘去打你那些姑婆 那你是不是好笑 真是不對 那你還沒所謂 你都委任了 不要再委任了 他都做了 那受婚這件事是真的不對的 是 給了主席去做 但不給婚章這件事 我覺得才是 就是秉持保良局那種純正 那種保赤安良 因為你逃去的時候 哇 那些婦孺怎麼想 原來你是以拉都行 還有香港婚姻法 是什麼 一夫一妻的 雖然他們沒有一個婚姻關係 但全世界都知道他四姨太是他四奶來的 我希望特首你不要唸保良局那種高雅 那種崇高的理念都污染了 我希望你自己考慮一下 你幾十歲人 你又未必去到老懵懂 但你幾十歲人自己有腦 你自己想一下 不說那麼多了 希望你不要再污染香港的慈善界 污染香港的慈善機構 四姨太 我希望你回頭試案 做多些好事 因為做四姨太也不是好事 我希望你去地獄 有些好事 積回音樂 鹽流王也對你好一點 因為你說話也不是好 你做事也不是好 希望你積回音樂 不要在地獄見到你 我們希望在天堂見到你 不過沒什麼可能 那我們下集見 拜拜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